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学生在来临的新学期将搬迁到东部的新校园上课 为了宣传新校园的启用 一群新科大的学生就带着他们的学习成果到各个初级学院展开肇事活动 分成三个车队 新科大学生坐着卡车风尘仆仆的展开宣传活动 他们的其中一站来到了华中初级学院 他们向这群未来的大学生分享在新科大的学习经验 包括3D技术、立体打印机、空中无人飞行器、电动汽车等等 今晚我们会在新的校园有一个庆祝会以及演唱会 我们也会在3月7日及8日有一个主办学校开放日 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 新科大将是位于我国东部的唯一一所大学